大家好 我是大胖 今天要去收一点好茶 这算得上是我们市场里面最贵的茶叶了 这到底是什么茶呢 好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好 找到了 躲在这个角落了 怎么 我们来看 今天太热了 找一个 找一个凉一点地方 哦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包 这一包是一个黄金叶这个是 它这个龙形黄金叶 看到没有 是一个采用龙顶的鸭扁工艺制成的 这个料子非常好 做工也可以啊 牙形已经压出来了 扁扁的 料子呢 也都是这种 看到没有 这种好的料子啊 那没问题的 茶叶还可以啊 这个 我们来再看看 哦 这一袋不得了 这一袋 这一袋可以说是市场上最贵的茶叶了 这个 这是七百是不是啊 吉白 吉白了 哇 非常漂亮啊 吉白的话 它叶子非常嫩 它的里条是非常难理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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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看得没有 它这个里条还理的还可以的 这个 里条已经理出来了 还是调形还是比较清爽的啊 吉白也是这几年刚刚流行开来的新品种吧 啊 有点类似 它跟奶白又是不太一样的 奶白的话 拿到白话又没那么好 它这个泡盖完全是白色的 全牌是纯白的 像你们搜查心的话 这个吉白跟奶白价格相当怎么样 相当一倍 相当一倍啊 吉白贵 还吉白贵一点 哦 原料都吉白贵贵一倍啊 比如说奶白100块一斤的话 吉白就是200 哦 价格相当非常多 啊 很多人觉得奶白茶已经够贵了 但这个吉白它比奶白咱还要差不多贵一倍 哦 茶叶挺好的 那我 我拿一杯泡一下好不好 不行 那这么贵的东西 不行 不浪泡 哦嘿 关系那么好了 拿一杯 帮你淘一杯 你少几一两 你泡掉一点 我少几点就 200块钱呢 这么一点东西 我的200块钱可以亲自餐饭了呢 大哥还不浪泡 那我就不泡 那你价格便宜点 我就把你拿下来了啊 这个做工在那里原料你也看来到呢 还 还泡你就不内耗 内耗那天在主舱也不泡了 太贵了 太贵了 茶叶太贵了啊 大哥 太贵了 行行行 那我跟 直爽一点别生气啊 不会 不会 不会理解理解的 毕竟那么贵的那么贵的东西啊 不浪泡也正常啊 行行行 那我跟大哥 再再价格 大哥 直接价格谈一下 可以的话就直接拿下来 好 茶叶都已经拿下来了 哦 拿到 拿到店里吗 我跟你一起去 好 过去就好了 对对对对 好 茶叶顺利拿下来了 哎呀 这屌毛 关系那么好的还不浪泡 真的是 我也是头一次店子啊 不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贵了啊 其实我们就隔壁村的 你知道吧 它是贵州的啊 贵州在我们松阳这边来做茶啊 做茶叶确实非常好 就是隔壁村的 其实也关系也挺好的 这个原则性问题啊 这个价格实在太贵了 我也理解的 我们现在就冲泡一下啊 边冲泡边跟你们强讲这个吉白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茶醉品种 茶叶冲泡出来了 看一下啊 这叶片 它是为什么叫极白呢 可以这么从字面上理解吧 极致的白 全部都是白色的啊 像那岸基白茶 它是金绿叶白 对不对 它这个呢 金啊 麦啊 叶片啊 全部都是这种雪白的啊 极致的白色 所以呢 这个茶叶啊 也是它白色 极致的白化 白色也是极致的白化 也是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吧 好 现在素菜开来了 看到没有 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个口感呢 有一点类似于安基白茶的那种 非常鲜爽 非常鲜甜 洗一下 睡一下 但是呢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它这个呢 是带一点奶香的啊 淡淡的奶香 然后呢 它的鲜甜度比安基白茶还要更好一点 我现在其实泡的比较少了 如果茶 涂茶量放更多一点 那就更明显了 它的鲜甜度 鲜甜度要比安基白茶还要更好 然后呢 它跟安基白茶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香气 它是 它那个奶香 不是说外香啊 外香的话 它也是清阳性的 但是泡开以后啊 它的那个奶香是浓入在茶汤里面的 几白呢 目前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属于一个珍稀品种 它的原产地是在浙江的建德啊 它的茶树品呢 叫做新安四号啊 最早发现是在建德上建德发现的 然后后来经过 它也是属于黑暗基白的一点 类似吧 属于一个变异品种 然后再经过茶科所的一个培育 就重新出来了一个新品种 目前在我们松阳是有小量的种植 那个建德也有 然后它们毕竟是原产地嘛 还有在安基也有少量的少品种植 目前的话 市面上这种茶茶树品种还是比较少的 也是一个物以气为贵吧 所以这个价格卖的非常贵啊 从茶苗开始 这个茶苗的话 那时候 我们松阳去买茶苗10块钱一株啊 别正常的茶苗也就2毛钱5毛钱一株 所以这个价格是相当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茶叶啊 它还 呃 这个茶树非常难种植啊 呃 太阳一晒 就看到能力把这个茶叶给晒死了 还有那个经常要浇水 所以总的来说吧 这种茶树品种非常浇贵的 非常非常浇滴滴的 所以那个茶叶的管它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 也造成了目前市面上这种茶叶价格会比较高 好棒 好棒